你不知道吧 除了赛季成绩 我们的战队人气也不错 你看 这设施 这装备 都是一流的 差不多得了 小瑞 待会你安排一个人 带他去一趟超市 确实啊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 肯定是要买点正用品什么的 你不说我都忘了 我确实得安排一下 诚哥 你带他去吧 我记得我刚刚说的是 你安排一个人 对啊 我安排成了你了呀 我可忙 忙着掉分吗 你已经少允断位了朋友 所以我才要忙 不能听到月底考核了吗 两天时间从少允到京都之主 诚哥 你当自己是神仙啊 走 拜拜 拜拜 若总 早回 来来来 再点双倍 等等我 诚哥 我能叫你诚哥吗 叫爸爸多合适啊 我劝你做个人吧 你不是早叫了吗 孩子 快点啊 等等 什么矮子 大家萍水相逢 我劝你善良点好吗 做什么敌意这么大 因为我没想过未来队友会吃个未成年 我二十二了 大学都毕业了 你的身高告诉我你再撒谎 微博山了 我不 谁让你先把我关在门外的 还说我爱 微博置顶了 童谣 爱家 童谣 你到底不跟我说一声啊 是你前女友勒令我不得与你联系 你俩认识 我俩同一所大学的 他带我三姐 他妈是我老师 他前女友是我闺蜜 还有他 我俩同一所大学的 诚哥 这位就是 昨天发微博说被关在门外的 笑容小姐姐吧 笑容可是职业选手里面唯一的小姐姐 诚哥 你的笑容可以收一收了啊 哦 对了 小姐姐 我叫梁生 YQCB的队长 我们战队就在隔壁 万能蹭饭 好啊 好啊 少拿吃的来腐化我们 有一个小胖就够了 对了 全国联赛线线约一场 没问题啊 等我们新人到位 我就跟小瑞约 看来是找新外援了 什么位置 ABC 等着官宣吧 也是大新闻 谁啊 我不知道 童谣小姐姐 你就替我跟你闺蜜 说说好话吧 好歹把我从黑莓家里拉出来 哪怕告诉我 为什么分手也好 我只能告诉你 你前女友可是拒绝了 三个国外提供回来的 而你却只关注 直播余碗给的多不多 好 孩子 上车 我的天 职业选手都开这个吗 怎么 做惯了滴滴专车 自己不会开车门啊 不敢不敢 我自己的 那是 必须知识 什么 柠翔 我去买个拖鞋 还有日常奇数用品 随便去附近哪个商场都可以 不然呢 带你去家具城 真的吗 嗯 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보고 싶었어? 왜 정숙이 옆에 눌러 안치고 내가 트로피 받는 모습을 보여줘? 유치하네 야, 스탠바이 아직부터 안전환시키기 그리스피 18 스태lles 又倔强的不承认 那是你自己 不是 诚哥 你听我说 我那天不是够不着 是拿了太多东西成熟 所以才 倔强 我要开始讨厌你了 你看我胖了 快点 诚哥 哪个好看 蓝色 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 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 比如小胖 还买什么一次性买完 别跟耍杂技一样 你刚快挂后驾着 这不怪我 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 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 结果你 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 把水偷偷藏起来的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偷水贼 什么偷水贼 是没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先看到 我先藏起来的 那也叫藏啊 那怎么不叫藏了 在超市里面藏的东西 你是小孩吗 我那是害怕先被别人买走 我那两天 以为自己被一群矮子丧失为成了 没想到 是同一个人 什么矮子丧失为成啊 队长你好好说话 腿长了不起 走那么快 每人摄像头 干什么 直播啊 晓睿今天跟你聊直播 KPI的事情了 嗯 你没跟他讨价黄家 用女孩子要早睡早起的理由 让他每月给你少播十个小时 四十五个小时和三十五个小时 有什么区别呢 等你月末补直播时间的时候 就知道有没有区别 什么意思 就像你幼儿园的暑假座椅 留到最后一天拼命赶的样子 你说谁幼儿园呢 能不能好好出款 来自前辈的警告 这种善事 我一生只做一次 你跑什么 你粉丝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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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怎么 我今天都没好好化妆怎么见人 而且我还没有在网上 破过照片 你以为你的粉丝 会好心过我 开美颜相机吗 他还没有过来了 怎么了 等住了 千万别暴露出 说着可以 横着不去电 天哥 在这里欺欺 你太开心了 能帮我签个名吗 天哥 明时你手还好吗 我看光轩说 他手一直在治疗 是真的吗 陈哥 你这人好高啊 比再大场见到你更高 完了 完了 这是要被曝光了吗 天哥 这个 是你女儿 他看到我了 我该怎么办 不是 我是要拿着 跟女儿似的女朋友 是战队工作人员 陪我出来买东西 小姐姐长得好可爱啊 是幼稚 小姐姐 帮我和诚哥喝个饮吧 来来来 我一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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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诚哥 你帮我 帮我来 你帮我拿一张 谢谢诚哥 谢谢诚哥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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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这表情什么鬼啊 诚哥 你说我以后 也会有这么多粉丝吗 他们也会这么喜欢我 争先恐后跟我拍招吗 前提是你得打进决赛 如果战队因为签了 你成绩反而下降了 那么会有比这多成千上百倍的人来喷你 每天会问候你喝水有没有被呛死 外面刮风怎么没有把你吹跑 会争先恐后地把你挂在墙头 就像老K那样 你介意吗 要说实话吗 介意的话就好好打比赛 在电子经济的世界里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认可 你刚来 一定会受到很多质疑 但如果你用实力来证明 你能替代名神 不会有人多说你一句 可是诚哥 怎么好像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你 因为我强 电子经济里菜是原罪 走了 来 老K 是中路了 这边 我这边看 那个叫 这打的 对对这啥的 这是 回来了 看来我们诚哥还是跟新队友相处得很愉快 愉快 就像带着要去春游的幼儿园女儿去超市买零食一样 春游 之后你就坐这里 这 不是原来你的位置吗 嗯 不好吧 没事 自顾重担都是坐这个位置 你看 这是我按照小胖 他的指示给你换的最新款的电竞影 这都是最专业的 可以根据你的个人习惯随意调节 上去 保证你上飞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行行行 加油 光好加油有什么用啊 过几天就是战队训练热身赛 留不留得下来 看他第一场表现吧 同样你别紧张 诚哥一向这么 严格 这什么东西啊 属于少女的粉红装扮 拿掉 放我旁边蜡眼镜 我要掉断算你的 这都是我轻心挑选的 小姐姐喜欢 不能 你喜欢 这个花边确实有点等视线 小姐姐 你不要被强权欺压 大声说出你的心声 也不是所有女生都喜欢粉色系的 只是我没那么少女而已 你刚不才买了双粉色妥协吗 冲哥 我劝你善良啊 这个就是可怕的直男神 闭嘴 怎么了 少错误了 小姐姐 双牌吗 嗯 我说 我说 你不想伤害她的 你什么事 你不想伤害她的